新益商公所秘书胡锦龙 办公室座位暂时没人使用 因为他已经被关进看守所 他与弟弟实际经营了一家 立川土木包工业 却找来一名马姓女子当人头 登记为负责人 2019年起 立川公司陆续承包公所的工程 是往来的厂商中得标次数最多的 就不行啊 不能让就只全 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警察官怀疑 胡锦龙趁职务之便 涉及求援兼裁判 调查处五年来 立川得以平均发包价九万多元 承揽下了227项工程 平均每八天就能包下一件 采购金额合计达2189万元 我觉得不能利用植物植便 做这种事情 那你觉得应该要判重刑吗 我觉得可以 台中地检署检察官认为 胡锦龙兄弟 触犯了贪污治罪条例的 公务员徒利罪嫌等三项罪名 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积押获准 民事新闻张家伟 南投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